大家好,欢迎关注汤新建硬笔书法 我是喜欢一边写字一边聊天的老汤 在练习写字,学习硬笔书法的过程当中 很多同学都是在初期阶段就放弃了 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万事开头难 特别对于写字,在初期阶段想要看到自己的进步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那么其实在练字的初期阶段 我们如果能够早一点看到自己写字的变化 这种成就感会给我们一个正反馈 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坚持下去 相当于在降低我们起步的难度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怎么样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理解 硬笔书法当中笔画上的顿笔和笔峰的书写 那么在硬笔书法当中 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顿笔 硬笔书法当中顿笔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 就是一个短的这样的斜线 或者理解为就是这样一个点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横 那么横的起笔收笔都给它加上顿笔的话 那就是顿笔 横顿笔 有朋友说这个顿笔是不是太大了 确实太大了 但是刚开始我们可以夸张一点去体会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 顿笔这个东西一开始要把它写到很精致 很小巧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尝试顿笔的时候 可以刻意把它写大一点 先让这个顿笔这个东西强行存在 然后再把这个已经存在的东西 给它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大小 比如说刚才这个横一开始写大一点 大大的顿笔横 再来一个大大的顿笔收笔 那么我们再进步一点的话 就可以把它再缩小一些 对吧 轻轻顿下笔横 再轻轻顿下笔 而且顿的稍微比较柔和一些 但是还是有点大 这里写不下了 我们转到这边来 再给它写小一点 再给它写小一点横 收笔顿笔 对吧 一个横写成这样 差不多我们就认为 你的顿笔基本上就写成功了 但是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积累的 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并不是说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什么道理 你一下子马上就可以写到那么好 还是重复一下刚刚讲的东西 就是一开始 你要做到很细微的顿笔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我们刚开始 可以把这些顿笔的动作 做大一点 这样的话 你写出来的字 你自己就更容易看到 你字迹上的变化 比如说你在学习硬笔书法之前 学习顿笔之前 写的三可能是这样的 一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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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横倒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它就差了一点这种书法感 那么我们先夸张一点 把这个顿笔 给它加到横当中去 比如 先夸张一点 顿笔横 顿笔长的横 顿大一点横 手笔顿笔 好 现在你会发现 相对于原来的这个三来说 它有所变化了 当然这个变化 并没有让它变成一个 真正好看的三 它的这些各种顿笔 还是比较大 比较夸张 但是你的字已经产生变化了 进步的第一步 首先是要让你的变化产生 然后再让这个变化 逐渐变得更加完美 那么我们经过 一定时间的练习 手上的熟练度逐渐提高 那么我们把这个顿笔 再给它缩小一些 比如说我们先慢一点 横 很轻微的顿笔 短的横是很轻微的顿笔 长的横的顿笔可以稍微重一点 那么三写成这样 我们就认为差不多 你就练习成功了 当然有同学说 你只是一个横的顿笔 对吧 竖的顿笔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竖的顿笔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来看竖的顿笔 是不是也用一个这种短斜线来表示呢 比如说竖顿笔 你看也是一个短斜线 它写一个竖 再来顿笔写一个竖 我们看起笔的时候 它的顿笔 也是像一个短斜线一样 像一个点一样 那么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横和这个竖 如果给它组合起来 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字 比如我们写一个停止的纸 同样 我们还是先给它写夸张一些 大顿笔 竖 横 横的收笔来个大顿笔 这边大顿笔 竖 再来大顿笔 横 大顿笔 先让变化产生 再让变化合理 再逐渐去把你的顿笔写收敛一些 不要那么夸张 太夸张的话 整个字就显得太嚣张 就不太好看 小小的顿笔 横 这个收笔 顿完几乎看不出来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顿笔 长横 轻轻顿笔 横 收笔顿笔 都是比较轻微的顿笔 当然它还有一些比较拓展的一些字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纸字 给它压扁一点 我们写在上面 顿笔 小小的顿笔 竖 横 更小的顿笔 竖 这个横的写斜一些 也是轻微 比较轻微的这种顿笔 中间来个竖 左边一个点 注意步伐的步 右边没有点 还是直接一个撇 就写下来了 好 有同学说看到这个了 这个为什么撇的结尾那么尖锐 就感觉像是一把刀的刀刃 很锋利的一个刀刃一样 那么像这种比较尖锐的 我们就把它简单的理解为笔封 那么像这种刚刚用短斜线去简单表示的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顿笔 那么像这种笔封怎么样写出来 我们也采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这里我们再用撇和那来举例 比如说撇 起笔也是写一个短斜线 这个就是它的顿笔 顿笔啪一个短斜线 然后该怎么撇怎么撇 撇到快阶尾的时候 大家知道撇快阶尾的时候 一般会有一个尖尖 这个尖尖怎么样去写 因为新手同学刚开始想控制笔的轻和重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采用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 就是不要去管轻重了 我们只管速度 在快阶尾的时候 速度加快一点 或者你就理解为把笔甩那么一下 我这里很夸张 就甩那么一下 这里我们也采用一些比较夸张的办法去体会 我们看顿笔撇 快阶尾了 啪甩那么一下 把速度突然加快 你看只要速度突然加快 那么这个尖尖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 给它划了出来的 同样的那 我们来写个那 我们写一个人 顿笔撇 阶尾速度加快一点 可以出一个尖尖 那也是写到阶尾的时候 平着拖一下 拐个弯平着拖一下 然后速度加快一点 就可以出一个那的阶尾的尖尖 那么整体的这一段 我这写的也比较夸张 这个叫做那角 好 我们稍微也把这两个动作 先夸张一点 先夸张一点去写 然后再让它收敛 顿笔大一点 撇阶尾的这个尖尖 甩的夸张一点 让它更尖一些 那也是 然后写到快阶尾的时候 平着拐个弯 然后速度加快一点 出一个尖尖 当然这个人非常夸张 非常夸张 虽然感觉这个撇和那的切尾 都有笔封 但实际上看起来就太 像长了很多刺一样 它其实是不太好看的 那么我们把这些笔封的地方 以及这个大盾笔的地方 再收敛一点 那么就是盾笔 撇 速度稍微加快一点 出个尖尖 那 拐个弯 稍微拖一个那角 出一个尖尖 基本上这个人字就写出来了 那当然也可以拓展一下 比如说人字头的字 我们写个什么命令的令 这一类的 撇 人字在变成人字头的时候 它要给下方留更大的空间 就是你把下面空间 让得更大一点 那的起比位只能往上一点 你下面的空间 就会显得更大一些 中间一个点 再来一个横钩 两个点差不多对齐 那么命令令就写好了 当然同样的 你也可以用这种 刚学到的这种撇纳的 盾笔以及笔封的这种手法 去尝试写一些其他的 带有这种比较长的撇纳的字 去多进行体会 那么还有一种盾笔 是存在于笔画转折的时候 比如说横折 还有横撇 那么这种转折 同样也可以用一个短斜线去表示 但是转折时候的盾笔 要比什么刚刚写的横 树这些起笔时候的盾笔 要小得多 比如我们写一个横折 横 轻轻盾下笔 折 我们要的是个什么效果呢 就要的这个拐弯显得很硬气 就要的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完美状态一定不能大 一定要小 但是我们练习状态呢 在刚开始练的时候 可以写大一点去体会它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口 顿比 竖 横 好 转折的顿比大一点 然后写这个折 最后来个横 横的收比顿比 好 这口是不是太夸张了 对吧 四面八方到处都是顿比 那么我们把它收敛一点 整个口呢 写小一点 就通过你大量的练习 你的这些顿比会自动的变得 更加收敛一些 更加温和一些 更加小巧一些 更加精致一些 好 你看这个口子是不是就比刚刚好多了 对吧 虽然这个竖起比的这里还是顿得有点大 好 那么这种是横折的顿比 当然除了口 除了口还有一些歪一点的这种顿比 比如说我们写个这个寝物吸烟的物 它这个顿比呢 可以略微大一点 当然也因为这个字本身有点大 你看扁 甩一个尖尖 对吧 速度快一点甩一个尖尖 横 这个顿比呢 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 好注意这个竖它是斜的 这里也是速度快一点 让它出一个尖尖 出一个尖尖 我们就认为这些是笔缝了 看到没 你看这个字当中 顿比顿比 笔笔笔笔笔笔笔 你这个字写成这样的话 就说明你笔缝和顿比的状态 已经基本上找到了 好 那么这么几个基本的动作 你就可以大量的去练习 刚开始可以夸张一点 写大一点去练习 然后逐渐把它收敛 好 那么今天这个关于怎么把字写出书法感的极简 顿比和笔封的教学呢 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评论收藏投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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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